第三、第四節 讓我們知道 如何講出神的屬性 神的聖情 我也有一個查經法叫做 《法陽神屬性查經法》和《港道法》 我很想將這個寫成為書 下一本書我想寫的就是 發掘神的那種本性 現在這裡是有提及這件事的 我待會看回這個經文 我們先讀一讀 神的神能以將一切關乎生命和全境的事 一切讀 刺及我們 皆因我們認識 乃用自己 榮耀和美德 照我們的主 因此他以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 刺及我們 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欲來的敗壞 就得與神的聖情有份 好的 在這裡我們看到什麼呢 就是 我們看到上面講的就是 目的想我們與神的聖情有份 然後我解釋了 講了神的聖情有份 才講到上面 神的聖情有些什麼呢 我們大家最常聽到的就是 慈愛 他的聖結 喜樂 還有其他的 他有計劃性 他的那種關懷接立人 還有其他 有很多的 但都是好東西 這個講到 就不只是你知道神的聖情 是與神的聖情如何 有份 有份 即是說 活出神的聖情 有很多人會釋經或講道 會有一個傾向的 就是怎樣呢 聖經叫我們怎樣做 你有沒有做到 你有沒有做到 你要悔改 然後你要遵從 即是很多時候會教導 你要做什麼 你不要做什麼 這樣的時候就變成 有些人會覺得 基督教信仰就好像 我不要做什麼 我要做什麼 就是我要遵從什麼 但其實 基督教裡面最重要最重要 不是這些的 就是我們怎樣滿有神的恩典 怎樣得到神的愛 神的能力 神的幫助 生命被他改變 然後我們活出 所以聖經說到 我們聖靈的果子就是什麼 聖靈會流露出來的果子 聖靈所結是聖靈結的 即是說有聖靈同在 他就會結出人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 這些果子在我們生命中流露出來 所以聖經說到 神與我們同在 常在我裡面 我又常在你裡面 子人就多結果子 即是說 經常有耶穌住在裡面 忘了可以用 可以不用 因為跟你有一個距離 可以這樣清楚很多很多 即是我們不只是知道神的聖情 而是活出神的聖情 活出神的聖情的基督徒 你會覺得很有吸引力 其實很多見證都這樣說 他們很有愛心 很有喜樂 很有平安 關懷人的心 所以我們 希望我們大家 調教我們的目的 就是我們的生命 不只是我不要做什麼 有些人經常都以為 不要犯罪 不要做什麼 不要做什麼 然後你要做什麼 只是覺得要遵從 但其實跟神的關係 如果我們看《舊約到新約》 都是說到神是怎樣 美善 也或是 滿有恩典有憐憫 不輕易發怒 不長久窄備 是說到他裡面的那種憐憫的心 而這裡就說到 德與神的聖情有份 所以我自己 當我認識神更多 我看到神的美善 我亦都在祈禱經歷到神的愛 這件事激勵我去發掘神的聖情更多 當我在祈禱經歷到神的愛 湧流在我裡面 是很真實的 而且不是偶然 是很多時候都有的 第一次當我這樣經歷的時候 我就很震撼 原來可以這樣經歷神的 我就很被吸引 我就有很多 由聖經發掘和多親近神 享受神的同在 我有時我很喜歡看網上的見證 有些人去到天堂 他都說到一件事很特別的 就是 他說 神的愛好像波浪湧過來 有一個人從地獄上來 他先去了地獄 因為他僅僅信耶穌 然後他就死了 他先去了地獄 然後就有光把他帶到天堂 就看到耶穌 就看到耶穌 就看到耶穌有波浪湧過來 他以為耶穌的波浪 把他打回地獄 誰知道那些波浪一來到 當他說回來 這個人他經歷這件事是二十多歲 但他說回來的時候 可能將近五十歲 就是二十多年之後 他說回來的時候 他說沒有人能夠預備好 看到耶穌 沒有人能夠預備好 就是你不會準備好 因為你一見到耶穌的時候 你會經歷一種從來沒有見過愛 他就說那些愛湧過來 好像波浪湧過來 他是很感動 他就由一個play boy 變成一個牧師 本來是一個play boy 但他就放棄以前的生活方式 他就做了牧師 就是因為他經歷到神的聖情 我也希望大家在祈禱的時候 為何我很多時候為人祈禱呢 我就是想你經歷神的平安 神的興省 神的愛 一步步可以經歷神的喜樂 神的愛 那你和神的關係就更加好 所以我很想寫這本書 就是發揚神 屬性 查經法和講道法 就是由每個經文 不是只看到經文說什麼 而是背後 背後神有什麼屬性 我用一個比喻 就是好像有一個人 他媽媽做一件積穿衣服 我想大家聽過的首詩 慈母 手中膳 油子 身上衣 就是指慈母為兒子積穿衣服 那兒子可能不懂得欣賞 兒子可能覺得媽媽經常會穿衣服 也有兒子說媽媽要人喝湯 不喝了 不喝了 可能要做媽媽 可能有這個經歷 煮好湯 預備了這麼多材料 他又不喝了 但當兒子明白媽媽的心意 有一天當他做爸爸的時候 他想兒子喝湯 想兒子健康 然後兒子又不喝了 他就說 令我很失望 他就想回我以前也是這樣的 我媽媽叫我喝湯 我不出去喝 但當他明白我媽媽為何會煮湯我喝 因為他的心掛著我 他看到我有需要 所以他故意做這些東西 並用很多心機去想想 我需要什麼而為我預備 即是在背後有媽媽那種留意他 很多東西拆開 他留意他 留意他 又關心他 又想幫他 又想祝福他 於是就去想找方法 就算他不願意喝 也要求他喝 希望他喝 這就是媽媽的心 有很多東西看得出 就是他看得出他背後有他的愛 憐憫、接立 以及想兒子去喝 去接受這個禮物 想兒子健康 以及當兒子喝得很開心的時候 他就會很開心 我記得有一次有人請我吃飯 因為兒子吃飯和我很不同 有什麼不同呢 當我吃完飯的時候 和配合的菜 他發現我的碗是完全沒有製造的 當然有小小的那些製造 但是一粒飯都沒有製造 這是我的習慣 所有的菜全都吃清 如果他怎麼反應 你吃得這麼乾淨 我看到他很開心 為什麼呢 可能兒子不是這樣 我猜而已 兒子吃飯不是這樣 但他看到我吃得這麼乾淨 他很開心 他知道我欣賞 這也是同樣的 神喜歡我們欣賞祂 知道祂是多麼美善 所以很多經文都告訴我們 神為什麼有憐憫和慈愛 但很多人都不是看到這些 是看到我還沒做 神在罵我 我不行 的確神是不喜歡別人犯罪 神也可以管教懲罰 不過神最想的是祂的愛感動我們 神不是想我們 糟糕了 很害怕神 我遵從你 否則你要罰我 這種心態 尊重神 神不喜歡 好像媽媽教兒子 我兒子 你不要走過來 我怕你打我 我怕你打我 媽媽說 我不是這樣打你 你不用這麼害怕 那時候 就變了一種懼怕 聖經有說敬慰 但這個敬慰的意思是尊敬 那種不隨意犯罪 就不是代表神啊 我怕你很厲害 你千萬別過來 那種 我希望大家看到神的屬性 為何我這麼想寫這本書 就是說 我很想別人看到神的美善 我很喜歡神 因為我看到神的樣子都好 做甚麼都好 這段經文也是讓我們看到神的美好 我們現在看看他的經文 為何我要先介紹神的屬性 因為這個經文有說到 我們是要活出這個神的聖情有份 神的神能 這些字 所有的重點字 我們都要留意 還有 恩典的 我用紅色 就像補血那樣的顏色 藍色相反就是破壞 罪和懲罰 綠色就是我們基督徒應該做的事 神的神能 他的大能 已經將一切 所有關於生命和乾淨的事 賜給我們 這句話是賜 賜 賜即是禮物 是一種好東西 就不只是給你一些 吩咐規條 而是所有關於生命 如何生命更加活得豐盛 有豐盛的生命 所有關於生命的事 讓你活得豐盛 其實我們看到生命 其實每一個詞 我們都可以發揮和發掘 大家喜不喜歡見到小朋友 那些有趣的小朋友 我們大家都很喜歡 你看到他眼睛又有趣 例如他送給他玩 他很開心 最小的小朋友 最單純的 真的很可愛 很有反應 他有一種生命力 他也有好奇心 他看到他很可愛 他又會很專注 這就是生命的特質 生命就是這樣的 不過有些人慢慢沒有這種生命的特質 而神裡面也有一種額外的生命的特質 有些人到了天堂 就說 天堂的花 發出一種光 是和世上不同的 他們也很開心 有些詩歌 從那些花草 發出來的 又有回應 神那裡有恩典來的 那些花草樹木也有回應 這就是生命的高度的表達 而我們月親近神 你就發現他裡面 真的有流露出一種喜悅 和生命的特質 神那裡就將一切關於生命 所有關於生命的東西 和乾敬 我們如何敬畏神 尊敬神 和神建的關係 都給了我們 賜給我們 賜給我們 是禮物來的 是一種好東西來的 給了我們 中文聖經 很多時候的直著 through 它就全部翻譯做因 是很大分別的 其中最大分別就是 你們得國是本乎因 直著信 中文翻譯正經翻譯 英文聖經是 You are saved by grace through faith 直著信 即是在恩典叫做得救 直著相信來得到這件事 這裏就是 為何我打卡差 不是因 是直著 直著我們認識 乃用自己的榮耀和美德 照我們的主 希臘文寫的東西 和中文很不同 很多形容詞在中間 你看到這裏 將一切關於什麼呢 關於生命和乾淨 所以用一二 你就會清楚一點 有關於生命和乾淨的事 給了我們 直著 什麼方法 就是直著我們認識 用自己的榮耀和美德 照我們的主 即是用他的榮耀 他的榮耀 我們眼睛看不到 但我們看到神的美德 神的愛 神的慈愛 神的華語 是用一個榮耀的方法 所以很多人得救 是很大的改變 他的榮耀 以及他的美好的行為 美德 來呼召我們 呼召 聖經說到 被召的人多 損傷的人少 神呼召很多人 來到他那裏 這是呼召 而被損傷的 就是被簡損 一直得救到底的人 他用這個榮耀和美德 來呼召我們的主 這裏形容了這麼多 皆直著我們認識主 那些中間是全部形容的 這裏 這裏就是皆恩 皆直著我們認識那個 用自己的榮耀和美德 照我們的主 這裏是甚麼的 即是形容 就是甚麼呢 用自己的榮耀和美德 照我們的主 所以如果全裏删除 就是皆恩 直著 認識主 即是有時我們看到 聖經裏面 有些形容的詞句 我們知道那部分 先拆開 然後再加進去 即是直著 直著我們認識主 而這個主是甚麼主 是用榮耀的方法 和美好的行為 即是它不是用強硬的方法 它是用恩典來吸引我們 去呼召我們 因此 它又將又寶貴又極大的 應許給我們 它的應許是很寶貴的 為甚麼呢 它的應許是會提升生命的 整個生命都提升了 我感謝主 真的由我認識主耶穌 我開始生命的改變 我的聖情的改變 在各方面知識的改變 認識人 認識自己 你認識神 如何生命的發揮 我真的覺得很寶貴 我真的覺得 我數算神的恩典 我覺得各方面都很寶貴 以至我幫助人 人們都說 幫到我真的很好 或者我寫的書 我名譽歸給主 不是我的意念 是神給我的意念 都是神教我的 這真是很寶貴的 我經常說神你真是寶貴 又寶貴又大的應許 即是很偉大的 我們每個都成為偉人 每個都給神用的 的應許賜給我們 叫我們怎樣呢 脫離世上的情慾 來敗壞 情慾是帶來敗壞的 情慾是不會有好處的 一定帶來不好的後果 然後脫離這些 我們說過不要吃垃圾 接著我們可以與神的聖情有份 所以這裡講到 總括的是什麼呢 神的能力 將一切關於生命和乾淨的事 已經賜給我們 藉著我們認識這位主 這位主做了什麼呢 他用榮耀和美德 來呼召我們去親近他的主 所以他將很寶貴又很大的應許 所以他賜給我們 當我們肯脫離世上的情慾 來敗壞 放下這些東西 就能夠親近神的時候 能夠與神的聖情有份 你看到我有一語一意 首先是生命和乾淨 賜給我們 而他用什麼方法呼召我們 用榮耀和美德 我將一二分開有些不同 我將藍色圈 這個一二和上高的一二不同 然後這裡下下有新的東西 他的應許是寶貴又極大的 神的應許 我們知道神是真的 我們知道神是答應了做 為什麼呢 神答應在世界上發生的事 耶穌要釘十字架 真是釘十字架 耶穌何時來 真是何時來 耶穌被釘之後 耶路撒冷毀滅 真是毀滅 然後一路打仗到底 真是打仗到底 也答應我們 我們凡信耶穌的人 有平安喜樂 有力量 從他腹中流出活水的光河 全部都應驗 所以我們知道 神的應許一定是可靠 所以我們就觸實神的應許 但很多人最基本的應許 都不能夠觸實 聖經說 我們若願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聖經說了 所以我們就觸實 你說了是這樣的 我一認罪 我一真心認罪 有些人不是的 他說 好吧好吧 我沒有第三者 然後還在想第三者 我暫時悔改 這就不是真的悔改 真是說 神娘我知道這是罪 得罪你的 我真的願意悔改的時候 神一定赦免我們的罪 我們就觸實神的寶貴的應許 這個寶貴又極大的應許 他賜給我們 將這個應許給我們 叫我們能夠脫離這些情慾之後 就能夠與神的聖情有份了 第五節 正恩者緣故你們要訓外的恩勤 有些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有些德行又要加上知識 有些知識要加上節制 有些節制加上忍耐 有些忍耐要加上虔經 這裏就說到 因為這個緣故 原來神給了這麼多寶貴的應許 叫我們的生命 可以與神的聖情有份 於是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就更加恩勤了 所以這段經文就說到 我們可以在主中如何恩勤 第一就是有了信心 所以這幾樣東西 我就用了綠色 綠色就是我們基督徒的本分 第一就是有信心 就是說我們與神關係 第一就是信心 那信心是什麼呢 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有個朋友很守時的 他跟你說 我們三點鐘在哪裏等在一起 你知道這個人 他說了三點鐘 他真的三點鐘到 甚至他一定早到 那你就信得過他 這個就是信心 那有些人是令到你失信的 因為他三點鐘 我認識到有人 他會四點鐘出現的 有些人是五點鐘出現 就是覺得很離奇的 為何可以遲這麼久呢 那這個人是令到人失信的 那我們對神有信心 因為神真的按照他的應去做事 例如我看《星火飛騰》和《恩雨之聲》 為何我看這些影片 我會選出哪些好的呢 我會傳給別人 可以用來傳呼音 其實我加了你的群組 我會暫時給你們回應 平時不回應 因為太多人傳太多東西 我就不想大家傳太多東西 如果你有東西想和我溝通 你可以和我溝通 我會傳一些影片給你 用來傳呼音 或者其他東西 我剛剛在《聖經》錄音 我錄了一些金句 你可以跟著來讀 你會很快 你會懂得《聖經》很多金句 金句是把《聖經》最重要的訊息 我將它選出來錄了 你熟習的時候 你就對《聖經》的應許更加熟習 當我們有《聖經》的應許這麼真實 我們就加上對神的信心 我剛才說到《恩雨之聲》 《星火飛騰》是甚麼呢 就是那些人會在困難 很多人都說 當我在困難 我呼求耶穌 我就經歷了一種很大的平安 起落進入我裡面 整個人就鬆開了 這是《聖經》所說的 信我的人 從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 煩勞苦擔重 但不能到我借你來 我就使你不得安息 我們真的看到神 他答應了他就做 所以我們第一項 跟神的關係一定是信心 譬如有些人說 他很有恩賜 或者祈禱很有能力 其實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信心 他真的相信 信心不是只有相信 是他整個人倚靠的東西 因為很多人以為信心就是 我相信神現在要做事 神做 一定做 這也是信心的一部分 不過信心很重要就是 我知道神的可靠性 所以我倚賴祂 我倚靠祂 我整個生命都靠祂 不只是我這一陣子 我相信神做事 而是我整個生命都放在神的手中 我知道神是最美善的 我放心信靠祂 一定有美好的後果 所以我就會有信靠祂 依靠祂 所以我用另一個字眼說信心 就是放心 還有我有兩句說話 神給我的 神做事我放心 神應許我放心 神答應了他一定會做 所以我放心 神做事我放心 如果有人做事很可靠 你會說他做事我放心 神也是 他真的做事很可靠 並且超越我們所期望 所以我對他有信心 信心是一切的後果 帶來一切的後果 接著就會有德行 我上課也寫了一些 白色的字 中色的字 就是有信心 有沒有果子 第一個果子就是行為上的改字 我上課就是能夠有愛心 有關心 對人好這些行為上的果子 有得行 又要加上知識 知識是甚麼呢 這裡有寫著的 認識聖經神和人 就是我們信了耶穌 又改變了 不過對聖經不熟悉 對於神的聖情不熟悉 對於神做甚麼功也不熟悉 對於我們怎樣可以依靠神 又不熟悉 對於人性又不熟悉 我們要幫人 一定要熟悉人性 我們知道一方面他有罪性 但我們也一方面知道 人有需要 人有痛苦 人有不開心 有煩惱 我們認識他 我們就懂得去幫他 所以我們要加上知識 即不只是我相信神 而是我會加上得行 然後我認識聖經 熟悉聖經 其實聖經是很好的 但很多人對於讀聖經 是沒甚麼興趣 因為覺得很悶 讀聖經時最好就是 標示聖經 哪些重要的間諜 可以像我一樣用幾種顏色 買幾種顏色筆 不過底的那些 紅色是因鏈 藍色是懲罰 或是警告 或是罪 或是後果 然後綠色是我們基督徒做甚麼 所以這裏幾樣都是綠色的 我們認識知識 很多人就停留了知識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些人最喜歡查經 他說 他說我新約都查了 他不是講自己看的那種 上查經班 我查完了 我卷卷都查完 舊約我又查了很多 我全本的聖經都認識了 有些人就認為這樣 我就很熟悉 其實這真是一個錯覺 因為很多人很懂聖經 不過他一有甚麼問題 他就煩惱了 一有甚麼人有問題 他就發脾氣了 他是知道他查了很多 不過他沒有活出 所以我們知識 不要只是停留在知識 知識接著到甚麼呢 折制了 就是管理好自己 即是說我們的生命 有甚麼污衛 有甚麼罪 很多人就覺得這件事很難過 很難過到這個關 為甚麼呢 因為搞不定這些罪 很多人說是奉神 不行了 我很多罪 很多軟弱 很多情緒 很多煩惱不行 這就是因為他找不到一個竅門 我感激主 我發覺我勝過罪的竅門是甚麼呢 我發覺我曾經隨意犯罪的竅門是甚麼 我曾經不是很隨意犯罪 而是忍受不到試探便犯罪 我相信大家都試過 在試探中受不了便犯罪 或是犯了這次 也犯了很多次 再犯一次 即是有這種心態 後來我怎樣勝過這件事呢 是當我經歷到跟神的關係好 我就體會到原來神有這麼多好事 神有這麼多好事 還有當我為人祈禱和教導 我發覺神給我很多好的教導 為人祈禱很多人經歷到神的愛 神的醫治 神的釋放 神的更生 悔改之罪 有些人說 我從小到大那些痛苦都走出來 都浮現 然後得到安慰 有些人說 他的情緒得到醫治 睡覺睡得不好又得到幫助 我試過很多次 其中一次很震撼性的去到宣教 為人祈禱 然後第二天我問他們 因為那個牧師說 以前的牧師來為人祈禱 都叫他們出來分享 我就說 你們昨天有誰祈禱 有沒有甚麼經歷 我打算不知道有誰 跑上來 衝上來 我十幾年都是睡兩個小時 但我昨晚第一次睡八個小時 他非常興奮 哇 耶穌真的好 很厲害 我真的看到神是很討厭的 我對於神 我就是很歡喜 很喜歡 我就說 神你可以這樣使用我的生命 我不要浪費 因為我看到聖經說 順著情慾殺種 必從情慾收敗為 我不想浪費我的命 神願有這麼多禮物給我們 所以我一方面想聖經幫助你們 也幫助你們和神密切關係 讓你們的生命可以發揮 你想想耶穌說 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 都不能給得上次 如果你幫助這個人愛主 你想想他 他更加會 整個生命很大提升 我說了一點 我為人祈禱後的改變 其中一個人 是我三不認識的 我只是一個聚會 認識另一個傳道 這個傳道認識另一個傳道 不認識他的 我跟他認識的傳道聊天 他又跟另一個傳道 即是我們三個人 站著聊天 然後他們兩個聊天 他說我教堂 有一個人有邪靈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想找馬國棟 大家都聽過馬國棟 找馬國棟跟他講邪靈 那時候我試過做過 我跟他說 如果你找馬國棟 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但今天我可以跟你去 可以立即跟你做 他就說好 他就帶我去醫院 見到一個二十多歲的女生 他說這個女生 請了一些偶像回家 然後有很多邪靈 我去到真的很失控 有幾個人跟他祈禱 在一邊祈禱的時候 他又好像 站到站不到 整個人失控 整天都說那裡有東西 那裡有東西 然後我就跟他祈禱 跟他祈禱 整個人都靜了 甚至那個牧師 應該不是牧師 他就告訴我 他說你跟他祈禱 他本來要去精神病院 因為醫生不懂分辨 邪靈 那麼失控 當然是去精神病院 他說本來要去精神病院 但他今天放他 可以回家 只要有人看著他 完全沒有問題 現在正常回家 我跟他祈禱 是完全靜了 這就是感謝主 而同時他一班朋友來 我跟那班朋友說 我曾經見過人 跟人說邪靈 都在為祈禱祝福 讓你不要受邪靈的影響 他說好 我跟他逐個祈禱 祈禱祈禱 有一個女生 最遲來的 是二十多歲的女生 穿著很漂亮的西裝衣服 明顯是上班的人 我跟他祈禱 他可能大家聽到這些經歷 比較奇怪 他開始感受到神的能力 然後我就說神的靈在你身上 你投入一點 我們當時在醫院的電梯口 不過在樓上的電梯口 站在一邊 他跟著充滿喜樂 很大的喜樂 喜樂到怎樣 他直接大聲笑 笑了很久 笑了五分鐘 笑完 跟著第二個反應 是很意料不同的 他跟著大哭 哭得很大聲 是哭得更久 我估計是有二十分鐘 他哭完 整個人鬆散 又再次充滿喜樂 我就告訴他 你看耶穌多好 接著他回到我的教會 後來他讀神學的課程 後來這個人做了宣教士 是我一次偶然的相遇 他整個生命改變 我只是說神可以做這樣的功 其實每個人都有聖靈的能力 不過問題我們是沒有用的 我就說神可以這樣用我 我真的要珍惜 於是一有罪的意念 我只知道這個罪就破壞我生命 我就生恨這個罪 恨戶罪 聖經也有說到恨戶罪 我要脫離這些罪 那我就說 罪有破壞 我幾個動力 第一 神很愛我 神很大的愛 第二 我很寶貴 我生命很大發揮 第三 犯罪一定有破壞性 神可以管教 神可以懲罰 也帶來罪會破壞整個生命 第四 我遵從神 神一定喜悅 於是這個時候 我心裡一有罪的意念 有些事情不應該看 我立即說不要看 有些事情不應該說 我立即不要說 有些事情別人對我不好 但我不要用憤怒的方法 而祝福他 重點就是 我知道罪的破壞性 和我知道生命的寶貴 我就珍惜 一有罪的意念 在心裡生氣的人 我立即說 神幫我處理生命 立即放手 不要緊 祂罵我 有甚麼所謂 傷不了我 又不刺傷我 祂做的事是不舒服 不過又不會真的傷害到我 也只有祂 我就放手 這就是我處理罪的過程 一有罪的意念 我知道有破壞性 我知道神的恩典很大 神會珍惜我的生命 所以我要珍惜我的生命 而我一聽說 神就歡喜了 那就是這個動力 令到我處理生命 所以這就是節制 就是願意處理生命 不讓人的情緒影響 不讓任何困難影響 有知識 一定要進入處理生命 處理生命裡的問題 然後忍耐 因為要幫人忍耐 你幫他 幫他 他都不聽話 但繼續幫 我們看到耶穌很有耐性 譬如比德跟他三年 很乖 很聽話 比德最好反應 但後來他否認耶穌 但耶穌一樣是有耐性 和耶穌說 我因為祈求 叫你不止於失了信心 你回頭以後 要堅固你的弟兄 這就是耶穌的忍耐 我們看到神真的很大忍耐 他對耶穌撒冷說 耶穌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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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次招聚你 好像沒有雞 招聚小雞 但你殺害差異尼尼尼的先知 但我依然想招聚你 指示你不願意 也就是說 以色列人不斷抗拒神 但神仍然忍耐 神想祂的子民 個個都活出忍耐 寬容 那麽神便喜悦了 我們活出神的屬性 有耐性去幫助人 因為有困難有迫迫 我們有忍耐 是不給人影響 我知道神紀念 神一定和我一起 將來在大迫迫的時候 神和我一起 神一定加力給我 神會陪伴我 所以我不用怕 不用受影響 於是我就站穩了 將來是會有迫迫的 聖經有講到 但我們靠著耶穌忍耐 有些忍耐加上乾敬 就是尊敬神的心 體重神的心 下面有寫到幾個 對神尊敬 敬虔 虔誠 即是體重神 有敬虔的心 有虔誠的心 願意行神的路 這幾個都是箭嘴 有這一樣 加一一樣 加一一樣 然後有虔誠 又加上愛弟兄的心 愛弟兄的心 有一個地方的名字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Philadelphia 有沒有聽過 就是 Love of Brother Brotherly Love 就是愛弟兄的心 即是當我們有乾敬的心的時候 我們愛人 最重要是愛人 但實在有太多人 是怎樣呢 看到人只是想批判人 指責人 督責人 我們需要的 不過那個人是完全不肯聽勸 你曾經勸過他 你先是用指責的方法 應該起初的時候 去了解他的困難 然後引渡他 你覺得 譬如他曾經有些事情做過 你覺得帶來什麼後果 你覺得那些後果好不好 你想不想改變 譬如說 有個人經常都遲到的 我們可以引渡的方法 有幾種方法 有些人就會說 你又遲到的 有沒有搞錯 但這個方法 只是令到他覺得難受 亦都幫不到他的 但你可以問他了解一下 有什麼發生 今天有什麼發生 為什麼會遲到 你想不想能夠改變 你有沒有試過 困難在哪裡 我太太也有幫過這個情況 她問我為什麼你會遲到 她就說 有時候你預算出門的時間 你以為五分鐘可以搞定 其實你五分鐘搞不定的 你下一次可不可以遲長一點 我們知道多久 她很厲害 她開車去哪個位置 她知道多久回到家 她什麼都時間 她改卷 她知道她改了多少份卷 但又要多久 她算好時間 所以她能夠預測她將會做到什麼 我自己的人不是那種性格 不過我都學習好像她這樣的性格 即是學習有多些計劃 我人通常來說是喜歡即興的 即興的有強硬 就是我有什麼經文 因為我熟習 我隨時一說一說一說出來 但不代表我不預備 我真的有預備 但這是我即興的特色 但我都學好像她這種預備的心 她是有愛心去幫我 引導我 最後那裡 愛眾人的心是中文加進去的 原文就是阿加皮 就是無私的愛 那為什麼她會加上愛眾人的心呢 即是說愛弟兄的心 Philadelphia 愛弟兄姊妹 亦都愛無條件的愛 即是不愛主的人都愛 什麼人都愛 所以她就說到愛眾人的心 就是一個無條件的愛 即是說基督徒我們學習這件事 但很多人就覺得吃虧 其實這麼多件事 有什麼難了 我們再看一看 什麼難了我們有信心 我們再看一看 有什麼難了 這個法揚神屬性 廣道法都說了一件事 負面 反面的例子 正面的例子 這個反面 有什麼難了人的信心 就是對神沒有信心 神做的事又不記得 以往神幫我幾次 我想問大家 這裡有幾個人 你經歷過神幫助去請你舉手 那就是主要 每個人舉手 我問你第二個問題 有幾個經歷 你真的覺得很特別的幫助去舉手 有幾個你覺得 總之在你人生中 覺得很特別的幫助 有這些很特別的幫助 都是很多個 那應該以後就不擔心了 是不是 既然經歷過很大的幫助 這麼大的幫助都經歷過 即是說 將來有再大的都不用害怕 不過我問大家有沒有害怕 都會害怕 就是我們不記得了 原來信心的困難就是 忘記了神做的事 不相信他下一次會這樣做 又得行 為什麼有時不是以善性惡 而是會發脾氣呢 因為我們的罪性 容許罪性爆出來了 難了就是罪性爆出來了 知識 為什麼沒有興趣聖經 沒有心機讀書 難 難 看慣什麼 看影片 聽詩歌 就行 但是要用心去言經 就不太興趣 沒有心 還有沒有心莊哉 其實我很多經文 我發覺我唸到 第一步是我喜歡它 我看到它 意思大約都可以記得 然後我讀一下 我就很快就唸到 這就是先喜歡 然後你就會喜歡 譬如如果你喜歡煮某種食物 煮某種甜品 有個人說我煮給你看 你一看你就會學會 因為你喜歡 但是很多人對聖經就沒有興趣 所以不能夠有知識 亦不分辨到人 為什麼很多人不能分辨到人 因為他經常都覺得 人沒有理由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發脾氣 為什麼會這樣做 不能夠接受到人的罪性 另外節制也是很難的 就是人的那種衝動 罪性 我們都要留意自己的衝動 有沒有衝動買東西 這個顯示我們的衝動 有時候買東西 根本是用不著的 但是買東西是一種滿足感 買東西是一種滿足感 但是買回來又不適用 或者是跟人相處的時候 也沒有這種節制 然後忍耐了 因為很多人就覺得難了 很多人就不肯 即是說不斷跟進他人 他又不聽話 還要跟進 還要跟進 還要幫他 他不聽話 這種覺得難了是什麼呢 就是覺得 我已經幫你已經是很好的了 那你還抗拒我 那我還用什麼理你呢 這種心沒有一種耐性去幫助人 那就是乾敬 就是覺得 很多基督徒覺得神可以不理 為什麼呢 他明明犯罪 為什麼沒有想到神不喜歡 或者神會管教或者懲罰 就是他覺得 將來才算 將來我會改的 現在先犯罪 這就是對於神覺得可以不理 然後就是愛弟兄 很多弟兄姐妹都經常說 我們愛弟兄姐妹 那就是關心人 但我去過很多教會 我帶領過不同教會 我跟那些人說 你們看到新人招呼 關心 他們真的去做 嗨 你好嗎 歡迎你 我叫什麼名 然後他走回那群人那裡 他走回那群人就在那裡聊天 很多人聊天 那個新人就站在那裡 那我就說 為什麼你跟新人說兩句 他又不懂得說下去 第一 不懂得說下去 第二 他沒有耐性去發佛 我都說 你可以問一下他 你在那裡讀書 在那裡做工 你怎樣 不用問得很細節 不要問人家多少錢 人工 但是有些簡單的 知道 簡單知道認識 然後回應一下他 分享自己 根據他所說的 來回應他 其實做工也不要問 不要這麼快問 應該可以問一下他 總之關心他 或者哪位帶你來 歡迎你來到 就是有些基本的東西 但是很多人就不肯衝破這些 所以結果就沒有愛底的心 如果愛眾人的心 阿加皮更加難 沒有條件的愛更加難 他對我不好 我還要愛他 很難 就是人的罪性 不肯付出 但是神的特質 就是他愛的 然後後面說到 你們說 匆匆足足的有這幾樣 匆匆有這幾樣 匆匆有這幾樣 就必使你們在認識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上不至於行懶不結果子了 就是當我們匆匆足足有這幾樣 的時候 結出這些果子 我們就在認識主耶穌基督 這個認識在聖經裡 不只是知道 而是跟祂的關係 就不會行懶不結果子 就會有果子 就不會說沒有果子 有個懶惰的基督徒 其實基督徒懶惰是有很多後果的 有很多見證都說這件事 初信主很喜樂 這裡有幾個人試過 一信主覺得有平安喜樂 有幾個人 但是慢慢沒有了 有些人沒有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懂得親近神 慢慢見到人多問題 或者教會見到問題 那開始那些喜樂就會失去 這個喜樂一定是保持的 為什麼初期有呢 因為初期有困難 他心裡很想找耶穌幫助他 很單純的信靠耶穌 在那時他就經歷到神的幫助 但如果他繼續到最終 他就會行懶不結果子 他的生命就會有問題 他裡面阻塞了 第九節 人要悶有這幾樣 就是一個無號 是那些就是無號 是怎樣呢 他就是一個眼核的人 眼核核什麼呢 看不到神的尾線 只看見近處 只看見眼前 其實很多基督徒都是 看見眼前 我有什麼需要 我有什麼困難 我有病 我又不開心 只看見近處 他的罪以得到赦免 得到潔淨 不記得了神各樣封城的恩典 於是他的眼睛 只看見自己眼前 實在很多基督徒都是這樣 我只看見我需要什麼 就看不到神做過什麼 我犯過什麼罪 但是神救我 神幾多樣東西 我經常都記住 我經常都記住神做的事 我曾經一次拉一個閘 我以為我的手夠快 他縮出來 怎麼知道一拉的時候 那個閘很快 才夾著我三隻手指 痛了幾個月 我就想 如果我稍微大力一點 我的幾隻手指已經沒有了 今天不可以彈結他 不可以彈琴 不可以正常的和人握手 我就多謝耶穌 當時知道我要這樣拉 神就不會說 立即令你的手縮走 神要你學個教訓 是你自己拉 但是神會提我 我保守你 我就感激神 我經常都記住 神要多謝你 給我這幾隻手指仍然在 多謝天父 我就記住 記住 每一次有什麼神做的事 我就記住 只要神是真的會保守的 我希望大家都不要眼瞎 而是會記住神的事 所以弟兄們 應該更加恩勤 更加努力 使你們所夢的恩召和簡選堅定不移 兩件事 一個就是恩召神的呼召 然後簡選 聖經說到被召的人多 損傷的人少 首先是呼召 呼召就是用神的話語 用神的子民 帶領我們信耶穌 呼召我們 然後簡選就是神在永恆簡選了我們 反而得救的人都是神所簡選的 就叫我們的恩召和簡選堅定不移 不會搖動了 不會跌倒 不會離開神 不會失去神的救恩 叫我們的恩召和簡選堅定不移 而當我們行這幾樣的時候 就永不失腳了 不會跌倒了 失腳就是跌倒 在原文聖經翻譯做fall 你就不會跌倒了 這樣就必叫你們豐豐富富的 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這要說到我們可以怎樣進入神的永恆的國度 首先就是我們的恩召 神的呼召和簡選堅定不移 然後不要跌倒 因為人是會跌倒的 行這幾樣就不會跌倒了 然後我們就豐豐富富 是什麼意思呢 是滿有生命和果子 即是說滿有生命的牢牢 滿有聖靈的果子 生命的果子 事奉的果子 這樣來進入我們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度 這樣來到將來見耶穌的面 就不是空手見耶穌 而是豐豐富富 不是一定要傳導人才行 而是任何人祝福人 經常流露出神的愛 經常有神的喜樂 有神的平安 觸實神的英許 然後一步步成長 你就會結出各樣豐盛的果子 這幾樣的後果 所以這裡我寫一二 一夢欣照和簡選堅定不移 然後後果就是不會失腳 以及能夠豐富 不是緊緊得救 在這裡我們看到什麼屬性呢 就是神的能力將生命和前進撤下來 首先神有大能 這個大能不只是在閃電行雷 地球的轉動那些大能 而是在人的生命中造功的大能 他能夠這種能力進入我們的生命 他本身有大能 這種能力他隨時可以進入人的心中 聖經也說到 神的話語好像兩人的利劍 能夠刺入否開 進入將人的骨髓也刺入否開 將他心中的意念顯露出來 即是說到神的話語的大能 神的話語的大能都是從神那裡來的 然後神就用榮耀和美德呼召我們 即是他充滿榮耀的 他每一種行為都是榮耀 我用一個人的比喻 即是當世上有一個人很有恩慈的 經常幫人的 他的生命去到哪裡都幫人 他的生命就流露出這種恩慈 即是他講說話 代人都是恩慈的 那神是怎樣 神去到哪裡抓我哪個人 都是帶著榮耀 帶著美德 這些善良的行為 即是每一個人都會說 神在我身上做好事 就不會說神租質我 有些人就以為神租質 其實是人租質 或者是罪租質 或者是世界租質 但很多人就賴了神 其實神 我們數回神有沒有做不好的事 在我們身上 明明你做得好 他忽然踩你一腳 弄死你 神會不會做這樣的事 不會的 當我們聽說神一定是紀念和祝福的 所以我們就知道他做的事 都是用榮耀和美德的方法 因為神就給了很寶貴和極大的英訊 包含的聖情和什麼呢 神是永遠保持他的 promise 他答應一定會做 他說了做他一定會做 所以我們可以信靠他 但是人就周時都沒有 周時都沒有的 周時說你去街上他有沒有準事 或者答應做些什麼 結果結果沒有 在結婚的時候 答應永遠愛他 但又會有婚愛情 但是神答應一定會做 甚至當我們失信的時候 他認是可信的 因為他不能背負自己 他是不能違背自己的 神就叫我們能夠 活出他的聖情 他的聖情不只是他自己的 他叫我們活出 其實我們更加享受 我們更加整個人封城的 神的恩典幫助我們成長和結果子 叫我們不要走懶不結果子 即是說神的生命 就像太陽與水 在植物中會給佛樂生果子出來 神的生命進去 也會給佛樂生果子出來 神想我們的恩兆 神想我們的恩兆 神想我們的恩兆和簡選中堅定不言 神想我們在一個在 不是和 神想我們在他的恩兆 和他的簡選中堅定不言 即是站穩 神亦都保守我們 神是想我們站穩的 神和天國是豐富的 可以豐豐富的 我們豐豐富地進入神的天國 祂是豐富的 我們的生命都可以豐富的 神想將天國的豐富賜給我們 希望我們個個都豐富 今天看到神的聖情這麼好 他呼召我們是滿有恩典的 就是希望我們活出神的那種豐富 大家過不覺得你的生命是豐富呢 是否充滿喜樂、平安、力量、衷勁 祝福人的能力和智慧 求主幫助我們有這個信心 神我們一起祷告 親我天父多謝你 因為你裡面充滿豐盛 神的聖情實在美好 是很美善的 神你做事永遠充滿榮耀和美德 你用榮耀和美德來呼召我們 去到你的面前 你的應許是確實 和寶貴又偉大的應許 神你做的工作真是好 你又會在我們心中 聖靈的工作感動我們要跟從你 當我們跟從你的時候 就不會閒冷不結果子 因為聖靈在哪裡就有果子了 耶穌常在我們裡面 我們常在耶穌裡面 這個人就多結果子 求主幫助我們 活出神豐盛的生命 叫我們享受每一天 叫我們享受我們的生命 也都別人享受和我們一起 叫我們的生命是有果子的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是否覺得經文很豐富 所以下一次看聖經 看到一些鍵詞 重點字 錄了它 留意這個動點字包含什麼 其實今次有很多重點字 是常常在聖經出現的 它的恩典 榮耀 呼召 它的豐富 這些我們都學習留意這些重點字 將它記得 以後你查經的時候 你就會留意到它裡面的豐富 多謝天父 很感謝主客給我這個機會 下個星期開始 根據網上的回應和這裡的回應 我就開始查啟示錄 希望大家回去再看 再看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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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給大家一個提示 啟示錄是說耶穌回來的七次 不是耶穌回來的七次 是用七個不同角度去說的 你試試找找找找找到 怎樣是末日呢 你哪裏看到末日呢 聖經很清楚說到耶穌回來是末日 第二耶穌說到什麼呢 那時候惡人和異人都受審判 就是惡人要受懲罰 異人得到賞賤 還有天地會改變 天地會捲起來 整個天地沒有了 捲起來還沒有回家 沒有回家 地下都捲起來了 整個香港都走去了 這幾樣東西都是聖經說到末日的情況 大家就看看 在哪些經文有說到這些 還有魔鬼受審判 他要回來作王 這些都是世界末日發生的事 大家就找一下 在裡面到底有多少次是這樣 那時候 釋經很重要 不是跟某些人的釋經 因為太多人釋經 是跟了一些已有釋經的模式 因為其中影響活日很重要 就是叫做時代論 Dispensationalism 它說到整個世界有七個時期 例如大家聽過 因典時期、律法時期、無知時期 Patreon 即是以斯林的祖先時期 千禧年國度 這些就是他們所說的不同時期 他就說到不同時期 有不同的神的拯救方法 到底這件事是否真 我們可以由聖經去了解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很多人 因為這個時代論 很相信在災難前被提 所以很多基督徒想著 大災難一來 我們消失了 所以都不用想了 即是沒有問題的 大災難一來 我們全部消失了 到底是否聖經這樣說呢 我發覺聖經是完全清楚 說到是耶穌回來時才被提 我都可以讓大家看到這些支持 即不是我說 其實我起初 以前我都很被這些影響 被這個時代論影響 我在神學院 在聖經大學時有一個希臘文教授 他就說 我在聖經看不到災難前被提 他說我在希臘文一邊看 我看不到這件事 我就很驚訝 我就回家研究 我真的發覺聖經是沒有這樣說 我也試過有一次 在神學院教災難前被提 有一個神學生問我 他說聖經有沒有支持災難前被提 但我告訴他是沒有的 他會問我 就是找不到那些老師說的事 根本沒有講到那些經文的支持 所以大家試試回去看的時候 我所說的並不是憑 有些沒有先見 而放在聖經裡 是在聖經裡找出神想說的甚麼 這才是我們《識經》 因為《識經》就告訴我 到底世界將會怎樣 尤其這時候很重要 我講笑為甚麼重要呢 因為我們現在的災情 我們看到的事情 這次不只是疾病 而是打擊經濟 也打擊一些政權 即他們的可信性受影響 經濟受影響的時候 可以造成民心亂 也更加容易有政變 所以這次不像以往 以前有地震、飢荒、擾亂 但發生很快就沒有事 但這次真的比以前久很多 而且不知何時收科 即是這件事的困難 也不知何時收科 所以這也是一個警告來的 是一個先兆 所以我們對於末日更加要預備好自己 做好神 吩咐我們所做的事 作美好去見證 好 祝福大家 如果有想祈禱 我們很短祈禱 多謝主 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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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아서 祝福大家 祝福真